公式總共會有7個公式 所以分別當然我們剛剛提到 因為這裡面會有這個名稱的部分 所以這個名稱我前面講過 它已經有定義好名稱 這個名稱的話主要是可以從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可以看到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單位的部分 它實際上指的就是這個範圍 所以將來你VIRU函數要查詢的時候 是可以直接按F3去找到那個單位的位置 所以這個名稱你們可以從這裡面找一下 然後這個名稱的部分 如果你假如將來這個地方要指向單位按F3就可以了 F3裡面就會有清單 你用選的就可以了 所以將來這個公式大概長得就像這樣子 第一個用VIRU函數 先用MID先去抓資料 抓到你要的資料 這個是抓什麼呢 這個抓是抓到108 所以MID108到這邊 然後把108的資料 再配合VIRU環數去查那個清單 那查的話是查第二欄 然後不要找接近的 反正參數給它應該就可以把資料查出來 所以單位部分查完之後 向下填滿 這個就OK了 然後第二個的話是主別 主別其實也雷同 就是把什麼呢 所以這個公式先MID MID的話呢實際上就是把第幾個字 AE的話是第七個字 所以把第七個字 A3這個儲存格 裡面的第七個字取一個字 然後抓過來 所以這邊是A 利用這個A去幫我查什麼 查主別 主別查回來 一樣第二欄 不要找接近的 那就把這個 主別 插回來 所以哪個主別呢 找到之後的話 一樣向下填滿就OK了 那住專的話呢 會多一個 多一個 設定 就是說這邊的話呢 記得要 把它加一個VALUE 不過前面好像我們有做一個 我看SENDER 我之前 這邊的名稱部分 他原來是數字 我把它改回來好了 如果假設是數字的話 那 所以裡面 這些東西 如果你加一個單引號在 數字前面 他就變文字了 OK 那如果理論上我們假設把它改回來 你會發現 這個錯誤 所以以後 假如呢 你出現這個 頸 有沒有 頸的話是錯誤 那N的話呢 就是Nuts Nuts A的話是available 就是找不到的意思 那所以找不到的原因是因為呢 我們給他的資料 有沒有Labs抓到的資料 他會得到的是一個 像這樣的E 那 可是後面的深等的資料呢 是 這個E 那兩者不相等 所以必須把這個 轉成這個 這個什麼 前後雙引號 表示它是一個文字 轉換成沒有前後這個數字 所以 最後你可能記得要在 這個Labs外面包一個什麼呢 包一個 轉換 為 數字的一個函數 叫Value 前面有講 打一個V 有沒有 V 就出來了 Value 點兩下之後的話呢 它會出現前刮弧 所以會幫你打這個 那你記得一定要補一個後刮弧 補在哪裡呢 補在Labs 後刮弧的 右邊 這樣就OK了 打勾 打勾應該就OK了 助轉 沒問題 好這個就完成 那前三個公式 這個前面都講過 所以這個我想 另外你們也可以在雲端找到答案 那這個的話就是 把這個先查出來 加這個再加這個 那最大的差別是 你可以看到那個 應該是在哪裡 在等級裡面 有一個 這個是烤期 這個是烤坪 所以兩者不一樣 那怎麼辦呢 你記得在查的時候 可以先什麼 查烤期 假是 什麼烤期 查回來之後呢 再去把成績查回來 所以會有一個 VIRUS函數 這邊的話有沒有 再把那個成績查回來 所以這個應該是85分 假應該85 然後這個也是85 再加8 所以再除以 除以3 得到的結果就是 我們要的平均成績 那當然你如果說 你說老師那我不要用這個方式 我用那個 Average函數 可不可以 其實Average函數也可以啦 你就是在外面包一個Average 就不用除以3了 那做法我在雲端白板上面有放 你們可以 來參考一下 然後 這個成績有了 然後就是這個 這個成績比較簡單 這個成績的話 這個乘上0.3 所以 這個做法 你就先在上面打個等號 等於有沒有 這個成績 點一下 乘上 打個乘號 0.30% 你就輸入0.3 那再加上什麼呢 專業成績 加上這個成績 乘上什麼呢 這個是70% 所以乘上0.7 這樣的話 是要比試成績 打個勾就可以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 公式 基本上 可能還是要熟悉啦 所以你就點嘛 這個就不用 直接自己輸入啦 我是建議我習慣用點的 點的蠻直覺的 那30%記得就是用0.3來代替 但是如果你說你這邊打30可不可以 我記得好像應該也是可以啦 不過習慣如果是百分之多少 就用小數點 來表示 然後合計的話呢 就是這個乘0.7 這個乘0.4 0.4 所以 一樣的做法啦 你先打個等號 然後這個成績 乘上0.6 有沒有 60 加上這個成績 乘上0.4 OK 那這樣的話 就得到他的 總成績啦 所以如果假設 一個公司要統計 比如說 可能這個年度 到有一些人要升籤 那怎麼 能夠找到對的人 主要是看他 平常的一些表現吧 然後 就誰可以脫穎而出 那把成績算完之後 最後算入排名 所以理論上就是找出什麼 前可能前三名吧 前三名的人 然後把他做一個升籤的動作 OK 所以 最後 名次的話呢 我們用 rank.eq 一樣這邊有個 我看合計是不是後來我們做的 如果假設沒有合計這個範圍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一樣選這個範圍 那我記得好像我是 把他 改成 這個名稱 所以這邊我是用 用那個 合計的名稱 把它加上去 所以呢 我們一樣 rank.eq 這個人的 成績 所以你就把這個人的成績 放在 Lumber的地方 然後 ref的話呢 其實就是合計啦 那合計 當然如果你沒有定義名稱的話 你就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這個範圍的話是什麼 M3到最下面 應該好像 M40的樣子吧 那記得因為會向下填滿 所以如果你是選範圍的話 那記得要加錢的符號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把這個排名給 計算出來 不過剛剛有同學問到說 最後這個order 這個order為什麼空白呢 因為這邊有敘述 所以假設你游標放在這個order的 這個地方 他底下 理論上就會有一些說明 他說 他說 必須要一個數字 那什麼數字 他說 他這個數字是來指定排序的方式 0或省略 那你想為什麼這邊省略 因為我是 如果加0 或省略的話 表示遞減 那什麼叫遞減 就是說你的成績 假如比較高的 在上面 比較低的在下面的話 也就是成績 高分為主的話 那就比較遞減 那遞減的話 因為我們可以省略 可是你說呢 老師我想低分 先低分再高分的話 那就是遞增 那遞增的話呢 其實就是什麼 不是0的話 特別是有 那你要有個 他說其他 任何非0數字 當然你說 應該填什麼比較好 其實一般習慣上填1啦 所以其實 如果不是0 那就是1喔 OK 那其實在 電腦的世界裡面 0就是關 1的話就開 OK 0就是關 就false 1的話就開 OK 所以喔 如果你要遞 假設你要遞增的話呢 那就是把這邊輸入1就可以了 如果排出來就好顛倒 就是低分的在上面 當然如果你要找最低分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什麼 用1的話呢 排出來的 如果你是這樣喔 假設這邊輸入1對不對 按確定 那你把他向下填滿的話 得到的結果 這是最低分的 有沒有 71分 最低分 有沒有 那最低分的第2個 71分 那找最低分的話 就是 輸入1 但是如果你要找最高分的話 那記得喔 這邊把他省率就可以 或者你說老實說要輸入0 也可以啊 OK 所以你會發現 0的話是false啦 輸入1的話 有沒有 這邊會變true 所以這邊其實喔 你也可以輸入0 輸入什麼 輸入false 其實也可以喔 輸入false結果一不一樣 結果應該是一模一樣的 那你想說老師 那為什麼你這邊 在輸入那個 關的時候 為什麼不用打false 那跟各位講喔 因為 你如果輸入0的話 是輸入一個字 但是你輸入false 要輸入5個字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為了偷懶喔 其實這樣我個人習慣是 都輸入0比較快 有沒有 所以以後你再不管是以適合的函數啦 或者是 VBA的話 其實基本上 0 就代表fals 1代表是True 另外的話你們再看那個 開關上面也是一樣 開關上面其實也會顯示0或1喔 所以以後喔 你假如要開關喔 你看到0的話就 關喔 1的話就開喔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大概有個概念喔 我們輸入0或省略啦 所以 當然我因為為了 更節省 公式 那我 一律把它保持空白 那這樣也OK 好 那最後做完之後的話呢 就是總共有7個公式喔 所以 假如你 這個 其中測驗的時候 抽到這一題的話 那就把這7個公式輸入 輸入完之後的話呢 最後呢 再呼叫那個 這個什麼 開發人員 所以 第二階段就是開發人員 那這個開發人員裡面就佔50% 所以如果最後你希望這個50分拿到了 另外50分就是做這兩個按鈕 OK 一個按鈕的話也許叫考評 一個按鈕也許叫清除 OK 當然你如果把按鈕做出來你程式沒寫我會給你10分啦 至少你做兩個按鈕 所以假如你程式不會寫 但是你至少按鈕有做的話 還是會給你分數啦 你千萬不要完全都放棄 之前有同學就完全 其實他會但是他 就是卡在某個地方 所以他後來就沒有 等於是 很可惜喔 應該會給你一點分數 但是你從 你都沒寫那表示沒分喔 好那開發人員打開之後的話 Visual Basic 打開之後其實步驟都一樣喔 如果要做這兩個按鈕的話 一 先打開Visual Basic 二的話呢 就是做什麼 插入這個模組 所以你可以 我好像有開另外一個檔 我把這個 這個翻譯管理先關掉 OK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 就會看到 模組 那這個模組本來沒有喔 我前面講過 如果你要寫程式 有沒有 就是直接先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他會有個空白 你就把程式寫在這邊 就對了 只要一個啦 所以這個把它移除掉 OK 然後呢 因為我要兩個按鈕喔 所以這兩個按鈕的話呢 基本上就對應關係 這個SUB 有沒有 就對應到 這個按鈕 字太小了 我把它 工具選項好了 因為習慣字大一點會比較好看一點 把它撰寫風格 改成 12號字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以後 VPA一定是這樣 打開Visual Basic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在這邊寫 如果兩個按鈕的話呢 就對應兩個SUB 這個SUB呢 就對應這一個 這個SUB呢 就對應這一個 那也就是他按下他的時候 他是執行這個動作 按下他的時候 執行這些動作 那你會發現喔 這兩個SUB 雖然 感覺好像不一樣 名稱也不一樣 但實際上它裡面的程式 幾乎一模一樣 哪些一樣呢 你會看清楚喔 其實就是雙引號裡面怎麼樣 沒有任何公式 然後呢 考評其實就是說 把公式再加上去而已 所以你會發現他 你會發現其他結構都一樣 FOR迴圈一不一樣 一樣 有沒有 然後裡面的話 B到N懶 一模一樣 所以喔 假設你夠聰明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是先把清圖寫完 有沒有 然後呢 再把清圖複製貼過來 把這一段貼過來 再把公式貼上去就OK了 有沒有 所以喔 如果你第一步 先把清圖寫好 對不對 然後第二步的話 就是 把這個Ctrl C 然後呢 把這個地方有沒有 把它 就是在整段貼過來 可以啦 反正 那接下來就是說呢 把那個公式 放進來 OK 我 放進來的話 基本上就是 這個公式有沒有 把它 複製 取消 記得喔 複製取消之後的話 把這個公式呢 因為它是B欄 所以你就把這個公式放到 Sales ID的B欄 裡面貼上就可以了 但是還是要改一個地方 改哪裡呢 特別注意喔 你必須去改它的 哪個地方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不知道說 貼上之後改哪裡呢 其實有個簡單的判斷依據啦 就是你游標再 切回到這邊來 如果你點 B3 再點B4 你大概就知道 哪邊有變動了 有沒有發現 你如果B3點B4呢 它的A3會變A4 A4會變A5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數字 必須要變動 所以如果你要讓它變動的話 那記得喔 把這個 A3的3 改成什麼了 改成 一個變數 就是I啦 因為它要隨著你的列號而變動 所以剩下一個動作就是把I 放到這個裡面來 那放的方式我講過啦 反正有個口訣 可能 要務必要記下來 有沒有 就是雙引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再移到中間 把I放進來 就OK了 所以1選3 雙引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移到中間 加一個I 然後記得AND前後加空白 這樣就OK了 第1個OK 第2個OK 總共7個嘛 反正你的7個照做 這樣最後的話呢 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了 OK 我把它復原 好 假設啦 我們通通做完了 做完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再利用什麼 利用上面這個插入 按鈕有沒有 增加兩個按鈕出來 然後分別對應到 它應該對應到的sub 這樣就OK了 OK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run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假如我再把它按下清除 公式OK了 然後烤平按下去 OK 不對 這邊怎麼有 這個 可能我之前加的時候是 沒有加v 怎麼辦沒關係 這個value自己補一下 所以 這邊我再把value 公式可能之前有改到 公式可能之前有改到 後瓜糊在這裡 好 如果剛剛 NATV要修正的話 這邊再架一下 然後再試一下 清楚 OK了 有沒有 輸出就沒問題了 所以啦 反正呢 剛剛講的部分 就是另外的50分 第一個記得 Visual Basic 然後 插入模組 增加兩個sub 當然比較聰明的是先做清楚 再複製過來 改成烤平 公式貼 那可能比較會有問題的應該是這個地方 就是 怎麼樣在列號的地方改成i 那改完之後 再產生 按鈕 就完成 這個動作 1 這是2 這兩個的話是3 第4步 4個step啦 那這樣的話 你可以拿到50分了 所以理論上我大概 50分裡面的話 如果你這個有做就給你 給你個10分吧 OK啊如果你有插入模組就給你個5分吧 如果說你這邊都有加的話 那可能再給你個10分吧 所以你這個假設程式沒寫出來 也許我還是會給你個 至少 反正如果你有寫的話啦 至少我還是會給你2分 至少我知道說你有寫但是你沒寫 對 會給你一點分數 你不要完全都沒寫的話 那 應該就沒有什麼分數了 OK 那剩下就是如果你這邊都可以寫對的話 那當然呢 就可以給你滿分 最後我是希望反正我將來 改你們的題目的時候就是按下去看看 有了 按下去 也有了 不過有可能會是作假 所以我可能會 按右鍵去 編輯一下看一下 你的程式是不是 是我要的 不然的話 如果 之前好像有同學是 他不會寫 結果他用錄製的 他錄製就不是我要的 我們這邊沒有要叫你用錄製的 OK 所以你 假設你用錄製的 沒有分數 OK 試試看這個部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剛剛是針對 我們 這個 這學期的第1道題 就是人事考評的部分 做一個 複習 OK 前面這個應該都講過了 剩下就是你要把它熟練 然後